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却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让曾经滴力灭绝的中国渤海马 重新扩发了升级 买马 养马 玉马 他遭遇了怎样精心动祸的瞬间 现在下雨特别冷了 车又滑到过里边去了 把你马都穿跑了 几十年与马为伴 所以毕竟当日却没有退缩 一个深藏内心的梦想 激励着他坚持到底 我是马术赛场上 由我们中国自己的波罕威胁马 太赛了 敬请收看本期流行无限 莽吃 范嘉义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流行无限 我是主持人王端端 在中国古代 马是重要的出行工具 虽然骑马出行的时代 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是人们对马的喜爱 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山东彭莱 有这样一位养马人 在他的马场里 各式各样的马就有十多种 其中最宝贵的 就是几百匹 濒临灭绝的中国渤海马 以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品种 渤海温血马 而他本人的养马经历 也充满了传奇 他就是范嘉义 范嘉义 山东彭莱和圣马场赴的人 年近半百的他 从小就对养马情有多重 2008年 范嘉义了解到 中国特有的渤海马 已经濒临灭绝 他在山东旁来 专门建立了一个 渤海马养殖场 今年间 购买和繁育了 将近200匹 纯种渤海马 他的马场 也成为中国唯一一家 渤海马原种繁育基地 在保护 在保护渤海马的同时 范嘉义还投入几千万元 购买外国纯种 和中国的渤海马 杂交返育 培育用于参加国际马术比赛 和休闲骑乘的渤海温血 他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为马痴 在位于山东旁来的一个马场 我们见到了范嘉义 和他一见面 就能感受到山东人特有的豪爽和热情 范嘉义的这个马场 依山而建 面积有500多亩 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果树和草地 在马场里养育了几百匹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马 既有身材高大的德国温血马 又有秀美飘逸的阿拉伯马 还有十几匹小小玲珑的矮马 而在这其中 数量最多的还是中国的渤海马 那您这养了多少匹渤海马呢 现在这个一百多匹 在中国目前来养 我这养了最多的渤海马 全国一共多少匹呢 全国仅存也不到500匹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物种 它是冰尾灭绝的吗 当国家马云云中心调查过 三次冰尾灭绝的一种马匹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 冰尾灭绝的渤海马 2009年 范嘉义的马场 申请成为了中国唯一的一家 渤海马原种繁育基地 您是中国唯一一家养渤海马的地方吗 最多的是我这 其余的有一些农夫什么 他们游的喜欢马的 还有游鸡皮 种群保种 这是我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想看这个渤海马 就得专程上您这来看 是不是心情挺自豪的 自豪 我们都不感到什么态度好 还是确确实实的来做一件 真正有意义的事 将来能为国家 把渤海马这个品种 把它给它一直能验出下来 渤海马是中国自己培育的马种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的畜牧专家 引进外国纯种马 和山东当地某马 杂交繁衣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血育 1983年 经过中国马匹 一种标准委员会鉴定 正式给它定名为渤海马 渤海马身材高大 健康 体型匀称 主要用于耕田离地 妥物拉车 当时锦山东一个省 就有几万匹渤海马 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补及 农业生产对马的需求 急剧下降 养殖渤海马的人也越来越少 到本世纪初 渤海马已经到了 濒临灭绝的边缘 目前整个中国 只有不到五百匹 纯种渤海马 而范嘉义的马场 就有一百八十多匹 占了中国渤海马 重群的将近一半 跟着范嘉义走在他的马场里 我们意外地发现 在马场中间的一片空地 有一辆漂亮的马车 拉车的这匹高头大马 吸引了端端的注意 我觉得这匹马特别漂亮 这个特别像中国古代的战马 特别威风 这是中国的纯种的马 中国这个渤海马 现在这匹马 总共马上是最好一匹马 这匹渤海马身高有1.6米 长得十分魁梧 肌肉发达 从正面看 感觉它要比其他的马 宽将近一半 这匹马今年七岁 是范嘉义的马场里 最强壮的渤海马 而得到这匹马的经历 至今还让范嘉义记忆揉心 爱马人都爱马 当时您怎么发现他的呢 我去滨州五地那一带 不用马交易市场 一个农夫 一个老大爷 签这个什么 这个时候马当时 他不到一岁 远距离一看 他四条腿走路 和走起来脑袋 搏颈配合 将来作为渤海总共马 用的一个特别好的马 当时你也是一眼就看中他了 在渤海马当中 他散死了 然后您就去找那老大爷去了 对呀 问问他多才要卖这个马 他当时是要了八场围山 他感觉当时按照这个马的市场价了 这个马当时也能值个四五场围山 范嘉义也没想到 老大爷一开口就要价八千块钱 这要比当时的市场价高出了一倍 虽然觉得这个价钱有点高 但是范嘉义却没有犹豫 因为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那匹小马 然而当他准备付钱买马的时候 老大爷却不卖了 当时我这个给他爸他又不卖了 因为老大爷他也懂马 我养一辈子就这么一匹烧烧马的 我说我这个马再来逛市场 你爸先去找他他又不卖了 要我问他是哪个村子吗 他都把村名字告诉他 他的名字告诉 看着老大爷不肯卖 范嘉义也没有办法 回到家以后 他整整一个星期都寝食难安 始终忘不掉那匹小马 过了一个星期 我又开车去 他马上要三万了 三万当时的一项马 那天价了 不干嘛 吃不了这么多菜 那我又没买 当年觉得有点贵 这个星期反正是累了时间 就上这匹小马 过一个星期我又去了 他又把它涨到五万 他确实是不准备卖 他想提高价把您就给吓走 对对他都是这个意思 他当时也不死就是为了 确实要卖这个高价 他确实也是不舍得卖 两次满怀希望的去买马 结果都是空手而归 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范嘉义却没有想过放弃 又过了一个星期 范嘉义决定再去最后一次 这一次无论如何 也要把那匹马买回来 当时我就带着 自己人都带着拉马的车 他不能让这老大爷看见 远距把这个马车放在外面 我就去了找他 当时要七万块钱 我说七万确实有点高 不过这老大爷看我 这个确实这个是 对这个马一进去 就像看着美女一样的 那样秋毁一样的 男的卖白法 被他顶上了 求贤若渴 你看你到底 你问我家里 养了多头木马 我说有 赤马斯匹了 确实需要这么一匹 总工马来配种 我们沟通了一下 最后说这个六万 你们就把这小马给买过来的 2007年 范嘉义花了六万元钱 买回了这匹渤海种工马 经过几年的时间 他已经繁育了几十匹 纯种的渤海马 如今这匹马 已经成为范嘉义马场的明星 因为他不但个子大 而且力气也大 马场里的观光马车 都是由他来拉 如今坐着马车 观赏风景 已经成为范嘉义马场里 最吸引人的休闲项目 人们在感受乘坐马车的快乐之外 也认识了濒临灭绝的渤海马 2008年 范嘉义的马场 已经有几十匹渤海马 而当时的他并不了解 渤海马的真心 当时还不是知道 渤海马物种这么稀缺 这么正规 我在2008年 我就到到 在中国农业大学 马研究中神的主任 韩国才教授 我说我这有多少匹渤海马 他当时把他赏信 他说你那波海马 基本上市场就要灭绝了 你那还能有那么多马 他不相信 对 当时我确 我说我确实有 他看我说的很坚定 说这个等下个星期 我组织几个专家 到你要去看看 韩国才是中国农业大学 马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带着几个专家 来到范嘉义的马场 看到的情景让他十分意外 当时很激动 这一个群体的当时有三四十匹 年龄也都不是太大 我感觉的就是这 渤海马的比较好的 他都收集过来 所以就是有一种 比较兴奋的感觉 当时动员他就是把 再收集一些的 把当地的渤海马好的 再收集取来 让他承担一个 渤海马保种的这么个任务 经过几年的繁育 范嘉义已经有将近 两百匹纯种的渤海马 曾经一名灭亡的渤海马 逐渐繁荣起来 而他并没有就此满足 按照他的计划 到2016年 他的马场将发展到 五百匹纯种渤海马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 范嘉义的马场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他从来不靠 出售马匹来挣钱 在这个马场旁边 就是范嘉义的农场 里面种的有苹果 樱桃 葡萄和各种蔬菜 购买和饲养马匹 都是靠农场的收入来维持 在保护渤海马的同时 2008年 范嘉义又开始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要繁育中国自己的温血马 按照个性与气质不同 马一般分为热血马 冷血马和温血马三大类 热血马是跑得最快的马 通常被用作速度赛马 冷血马身去庞大 安静沉稳 一般都是用作拉车和拖东西 温血马是介于热血马与冷血马之间 性格温顺 主要用于骑程和马术表演 您是怎么想到要培育中国的温血马呢 你知道我喜欢马奥运会比赛 亚运会比赛 马术用马是温血马 主要是德国的 范嘉义在观看奥运会马术比赛的时候发现 参加比赛的骑手所用的马 大都是欧洲反育的温血马 为了培养中国的温血马 范嘉义查阅了大量资料 他发现温海马基因里就有欧洲温血马的血统 那么是否可以利用温海马来培育中国自己的温血马呢 带着这个疑问 范嘉义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畜牧专家 那当时周围的专家呀 业内人士有没有说您这是异想天开呀 要是培养这个中国自己的温血马 用这个温海马来打搅 中国内还真是没有 他们也不能当时做出决定 还得要从德国温血马的专家来看看 让他们在帮中认证一下到底行不行 德国专家经过开了这个马提示各方面 所以还可以 在中德两国专家的共同指导下 2009年范嘉义印尽了几匹 德国温血种公马和温海马杂交 反育出第一代中国温海温血马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 范嘉义在马场里专门修建了一个马术训练厂 每天都有十几匹温海温血马在这里训练 我看这些马其实都挺聪明的 跨障碍也都挺轻易地跨过去了 这里您有没有就是最喜欢的那匹马 就是刚才那个 因为它 它几岁了 脑门头掰得长 掰毛 看到 它就掰 得六成 您当时为什么最喜欢它呢 它最聪明 当时这个小马处有一段 跟它有一段感情 知道吧 它下层时间十几天 就是这个 有点长颜 体质很弱 有点提出把它淘汰掉 但是我简直因为杂脚 一带这么一匹马出来 这个不容易的 但是我叫兽医啊 饲养院的家乡护理 虽然有兽医白天照顾小马居 但是范嘉义还是放心不下 在那段时间 一到晚上 他都会亲自到马厅 去召开那匹叫流星的小马居 晚上我怕饲养院 这个守护不到位 晚上我都有七天在这个马上守护了 就这个看他这个吃奶啊 状况发不发烧啊 就收一 收一次领本 那我没领本 我就睡在马上里跟他 那最后就算马一个月以后 还得健康 健康 现在特别好的 它的体型也很棒啊 腿特别细 对 长得也很漂亮 现在是挺重 挑战艺这匹马的最好 范嘉义告诉我们 培育一个新的马种 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 而他对培育出渤海温血马 一直充满信心 按照他的规划 到2020年左右 渤海温血马就可以出现在国际马术赛场上 小时候和马结缘 为了养马 他做出过怎样惊人的举动 我耽误一下 粉着鸡蛋 我都给马吃了 我都给你 一次怎样的意外经历 让他依然走上了 保护渤海马的道路 那是一个特别人 一百多匹马 当时都冲起来 这马上啥可食 能不能把我留一尺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范家义的祖籍是山东烟台 这里自古就有养马的传统 在烟台市郊 有一座养马岛 相传是秦始皇养马的地方 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东旬路过这里 看到岛上水草茂盛盛 群马奔腾 认为这里是谱地 便下令在岛上养马 专攻皇家御用 羊马岛因此而得名 范家义的马场 就建在离羊马岛不远的地方 这里衣山傍水 环境优美 马场有五栋国际标准的马厩 有马术训练场 有室内训练场 范家义还根据不同的马 设置了不一样的室外活动场 你看这匹马 这是温雀的二代那艘马 第二代几个月了 三个多月这艘马 这第二代就已经看出来 挺有欧洲马这个范儿了 长腿小脸 对你看这艘马 从外形结构特别遵守 你看它这个体型 这就算很成功的了 基本上直近三代的温雀马 这匹刚三个月的小马鞠 是范家义培育的 第一只二代渤海温雀马 现在已经可以跟着母马一起 到野外活动了 刚走进这个围栏 这对母子就走到我们跟前 范家义亲切地抚摸着他们的毛发 而这对母子 好像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范家义说 这个小马鞠可是马场里的宝贝 为了迎接她的降生 她忙前忙后准备了寒请 这个马还是有点难谈的 气了多少次 我跟我们的手蚁饲养员 在这给她按肚子抚摸 当时一切 因共有辅助作用 她这个还是 那当时看您的眼神 肯定也是特别感激 那当然 那这个母马当时 她增下来以后 这个这个 那你看她的眼神 都感觉特别改善我们那种眼神 因为您对她付出不同的心情和心血 你看这小马 她也特殊 都像小孩一样 她愿意给你 特别是给你逗你玩 看着小马鞠活泼可爱的样子 范家义显得特别开心 她告诉我们 每天只要有时间 她一定到马场来 喂喂马 和马聊聊天 这是她一天最惬意的时刻 而这份对马的喜爱 源自于她小时候的经历 您还记得就是 您从小几岁就开始接触马吗 七岁嘛 我们家一直 这个这个 祖川的都是一直养马 离范家义的马场 十几公里远的地方 有一个叫湛家庄的小村子 1965年 范家义就出生在这里 她的祖辈都是普通的农民 在务农的同时 一直保留着养马的习惯 在范家义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帮着家里人做农活 而她干的最多的就是养马 这个地方 就是当时我们家养马的地方 这个位置 挺大的呢 挺大的 一个马房子站十个平米吧 养了几匹啊在这里 当时我在这养了两匹 一匹青马 一匹枣红马 我们住也住在这儿 如今这座房子已经废弃不用了 门口长满了野草 窗户上布满了厚厚的尘土和珠瓦 但是只要站在这里 范家义就会回忆起 儿时养马的情景 爸在上学嘛 早晨起来 这个尤其妍给妈梳理梳理毛 给他吃吃早 下学以后隔桃 喂马 隔桃就在这附近吗 它也很远一点 尤其妍出去一公里两公里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当时很多家庭生活还很困难 范家义家里也不例外 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虽然自己还吃不饱 但是范家义却想着烦 而不能让马饿着 少时候家的粮食 因此还不是说太够 我晚上半夜都起来偷玉米 偷了烧麦去喂马 我父亲有此言还揍过来 揍过来两家 那应还不够吃的 我感觉这个马处理干活累了 就应该多给它在这 你可自己小吃点 对 你看有此言 我单无止分的鸡蛋 我们少时候已经分几个鸡蛋 那我都给马吃了 我都很少我吃 所以马对你的感情也这么深 对 才知道你 我都很厉害 在范家义看来 那段经历是她儿时最快乐的时光 1984年 19岁的范家义高中毕业 她没有选择继续上学 而是准备找一份工作 当时就想挣钱 这个家里条件并不太好 什么挣餐快就想挣餐 那您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跟羊马有关系吗 跟羊马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份工作 85年开始搞金矿 我们蓬莱这一代 发现这个大面积金矿 1985年 20岁的范家义和几个同乡一起 承包了当地的一个小金矿 她起早贪黑 跟着技术人员选矿炼金 不到一年的时间 她的金矿就开始盈利了 86年年底就收于很痛快 那时我亚铁产万远户 我那年年底都出了200多万 相当大的一笔财富 对 那在一般工厂 那些200多万出利都是很难赚到 一年的工夫就挣了200多万 这让范家义喜出望外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 她靠着开金矿 累积了上千万元的财富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然而1994年 29岁的范家义 却做出了一个 让周围人都很意外的决定 她放弃了金矿的承包权 回到家乡当起了农民 我家乡地也就种不了 荒山荒地 我这开始租用了老百姓 是剩余的土地 我把它开出来 种到苹果 种到营草原 当时怎么会想到 又做这个呢 因为我思路还在路上出来的 起码我感觉 一个是转身 给周围的老百姓 还能有一份带动他 按照我这个模式来训愿 当时范家义承包了几百亩荒山 开辟成生态农场 在山上种苹果 种樱桃 范家义说 他回家搞农场 除了带动周边老百姓 一起致富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离自己养的马近些 不管是上中学 还是开金矿的时候 范家义从没有中断过养马 当时他在老家养了五六匹马 一有时间就回去遛遛马 虽然范家义很喜欢马 但是还都是作为业余爱好 当时的他并没有想着 要建一个马场 然而一次意外的经历 改变了他的想法 2005年 我们在这个宾州的五地 那天搞事故 那天一个院 一个院里怎么100多匹马在这干 我去进去看看 那是一个兔胎场 老百姓这部驻步 用机械化 都用马来耕地了 都淘汰了 老百姓把马卖给兔胎场了 都是渤海马 都是他本地 我们山东本地的渤海马 那您当时就挺受刺激的 对 那里边有些好马 两三岁的马长得那么好 都是年轻力壮的时间 看着那么多的马要被杀掉 范家义觉得十分可惜 他当时就找到了兔胎场的负责人 那您当时就觉得 我要把这些马都养起来 当时我说把这个 这里边 这个脱胎场 我说你收购的马 最好的 你有多少匹 你给我打电话 我就过来看 我会把最好的马 把它养起来 把它保留下来 2006年 41岁的范家义花了几百万元 在自己承包的农场里建了一个马场 还请人到周围的兔胎场去打听 发现有合适的马就去买回来 不到半年时间 他就买了几十匹马 那当时就是决定建这个养马场的时候 家里人是支持还是反对 反对啊 肯定自己养几匹马腕都可以 要从几百匹那样 那肯定是反对的 当时都谁反对啊 第一反对就是我老婆 她是厌约反对 范家义的妻子马秀卿 当时极力反对他建马场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她还记忆犹新 不管周围人怎么劝 范家义就是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把这个马场办下去 从2007年开始 范家义把农场交给家人管理 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马场的经营中 那段时间 他走遍了山东河北 到处去买自己心仪的马 你看有一次 我们订好了这个 有八匹母马 去那厂 在那一个厂 周围那三四个厂买的 那那也又改回来 回来撞生车了 晚上十点多了 开夜车了 初天11月份 那天下雨特别冷了 你走到路上 他那带土路 那车就发到库里边去了 那马穿跑了 八匹马穿跑了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买回来的八匹马 一下子都跑了 范家义顾不得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 赶紧从翻倒的汽车里爬了出来 当时您是不是头皮都麻了 坏了 对呀 上火 那我们三个人 司机在那弄车 我们三个人都去找马 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 怎么找呢 上山去找啊 他有家的马 老马是徒 他跑回家 当时跑回家四个 我们就找到了 但这四个不知道 他没跑回家 我们就是打广告 包括那运势那几个麻烦子 我说这马你得早到 早到一匹 给他一场午餐给我送回来 天天上午 这老百姓还都不错 都送回来 我一个马给他一场午餐 他们还没好意思要 那就是到第二天上午 十二点 他把这个八个马 又冲伸装上车 拉回来 一宿没睡 一宿 那二十四小时 他没睡 虽然一晚上没睡觉 但是范家义 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直到那八匹马 全部都找了回来 他悬着的心 才算落了地 2009年 范家义的马场 已经有一百多匹波海马 为了养好这些马 范家义可是没少家功夫 他不但每天 亲自到马厩里去喂马 还专门从内蒙古 请来了养马的专家 然而没过多久 意外发生了 不到两天的功夫 先后有十多匹马病倒了 当时我上火那次验 人真吃不进去饭了 晚上都睡到药 当时马是什么症状呢 受益淡定是肠炎 他肚子疼 他在地上防滚打滚 又是自腾症 又是掉瓶 扫炎 也只能用这种办法 确实那时候 那小马 他疼得要命 他把头抬起来朝你看 您当时没掉眼泪 那是里边掉眼泪 我这也很坚强 做一件事确实并不难 但是要真正做好一件事 我从这个见到马厂 是感觉到特别难 他比我挖金矿 还是有难得多 范嘉义连这几天不睡觉 和兽医一起给马打针输液 可是那些生病的马 不但没有好转 还有七匹马先后死亡了 看着自己心爱的马 难受的样子 范嘉义更加着急了 他连夜赶到北京 把北京的畜牧专家 请到了马场 他们过来看以后 你发现他马的分变吗 所以不是长颜这种病 这个赶快检查资料 所以这个马是中毒 食物中毒的症状 在我们库里一看 这资料 玉米就有点发明 这个之前您没有想到过吗 当时之前没想到过 没想到说是 飼料所出销问题了 因为那绿米发明不是太重 这个饲养员什么 也都感觉不大出来 那北京的兽医请来之后 就把这个病给抑制住了 换了药 改变了治疗方式 治疗方案 那就是三天就寄住了 经过那次中毒事件之后 范嘉义对马匹的饮食管理 更加严格了 包括饲料的采购 储存 都有专人负责 以免再次发生意外 一直到现在 他的马场 再也没有因为饲料问题 出现过死亡的事故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正赶上马要吃中午饭 跟着范嘉义 我们来到了马厩里 早晨中午晚上半夜 一天要四次 为什么要这样定点吃呢 马不吃夜都不饭嘛 所以我要必须要饭 为什么 那您当年喂马的时候 也必须半夜都得起床啊 对啊 那时间上去天天开起来喂马 白夜 哎呀真的很辛苦 那马除了吃这个 您这还给他配什么料呢 有燕麦啊 黄豆啊 豆河啊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玉米 糊皮儿 黑豆 底豆 的营养的 范嘉义的马场里 除了给马喂食草料以外 还要添加大量的金饲料 和苹果 胡萝卜 等水果蔬菜 您在这儿给我们算一下 就是像这样一匹普通的马 您要喂他 这一天 他的饲料啊 水果加快的成本 应该有多少呢 你看这么一匹马 那这个一天四草得30斤做 这个草呢都是管八毛柴一斤 那都是三八二十四 一天一匹马给他这个二斤苹果 一点五元一斤 还有胡萝卜 这两家里就是三十元的 这马一天得 这个十二斤 这平均得两块才一斤 那加一块大约是五十 五十 它还有添加剂呢 维生素什么的 这个一匹马一天六十块钱啊 六十对 这个六十到七十块钱 一个月两千块钱 范加一的马场有两百多匹马 一匹马一年饲养费 大约是两万多元 两百多匹马一年的饲养费 就是四百多万元 这么大的一笔饲养费用 都是靠农场的收入来补贴 虽然养马的成本很高 但是范加一却从没有想过 要降低饲养成本 在范加一的马场里 有一个成年马的室外活动场 饲养员每天上午和下午 都要到这里来遛马 在这些马中 端端发现有一匹马与众不同 这匹马的血统是不是特别纯正 我看它长得真的是非常高雅 这是一匹春种的德国的奥登堡温血马 它是搞这个马术用马的 像圣装舞步和跳障碍的 这个体育三项障碍赛 用这种马 这体型 体型够大 这匹马一米七五七六的个头 德国奥登堡马 是世界著名的温血马 在奥运会的马术比赛中 很多参赛的马 都有奥登堡马的血统 2009年 范加一开始尝试 繁育中国的温血马 当时中国农业大学的畜牧专家 建议他用温海马做某本 引进欧洲温血马做副本 范加一跟着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一起 到德国选购温血总工马 就是在那里 他第一次看到了这匹马 我们去到德国住了十天 看了十几个德国国家级的总工马蛋 看了一百多匹总工马 最终这匹马为什么上众他呢 第一 他是德国两次MG比赛的冠军 要有这个马跑完转完以后 到我这边来了 他算得很直 能说摸摸他 看看他 他的眼神头的特别刺场一种 温合的眼神 看我们 如果那个羊马 那个骑手过来拽他 那拽他特别多 就在我们旁边 那当时我们就反应过来 这个马 那确实给我们就是有缘分了 范加一和这匹马 仿佛是一见如故 当时他都决定要买下这匹马 可是当他询问这匹马的售价时 却吓了一跳 看了一下他们的价格表 有的出乎意料 五百五十万欧元 那您看了这五百五十万欧元的时候 当时有没有想太贵了 我可能跟他这个缘分没法再聚了 能当合作的想办法 要下定决审把这匹马 也拿到中国来做中马呢 五百五十万欧元 在当时折合成人民币就是五千多万元 这对范加一来说就是一个天价 他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那么多钱的 可是要培育渤海温血马 就必须要引进优质的重工马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范加一提出来 能不能采取双方合作经营的方式 因为我们在中国要搞翻译 中国波海温血马 必须要有一匹好的这个总工马才行 我们这都跟德国奥登堡马 这个协会合作的 翻译我们中国的波海温血马 给人家提供过来的总马 就相当于给您一个秩序 是合作 他们在我们公司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德国奥登堡马协会 最终接受了范加一的这个建议 当时就决定 把这匹总工马免费送到他的马场 这让范加一喜出望外 价值五千多万的宝马 他只发费了十几万元的运费 就带回了家 范加一专门安排了两个饲养员来照顾他 四年过去了 这匹奥登堡总工马 已经为范加一的马场 繁育了六十多匹一代渤海温血马 从拯救被送到屠宰场的马 到保护兵临灭绝的渤海马 再到培育参加马术比赛的渤海温血马 这一步步走到现在 范加一付出的不仅是几千万元的资产 还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马场 但是他却从没有后悔过 对马的热爱让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您有没有就问过自己内心 怎么就把养马这个非要坚持下去呢 这么累投入这么多 这一项事业 因为第一把这个马翻译出来 将来在赛场上 马术用马贴上天赋中国的空白 您觉得特有意义 对 这次一项为中国 也是为我们老百姓 实实在在做了一件事事 那咱们中国现在 每年的鸡餐匹马往里挣口 拍在赛场上用的马都是挣口的 花掉那么多的外汇 投入这么多也不后悔 不后悔 你要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 你就要付出 主持人现场感受马术骑程的魅力 我感觉当你骑在马上的时候 它就是你的两条腿 父子骑上阵 要为中国培育自己的马术用马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2012年 范嘉义在自己的马场 成立了马术俱乐部 在他看来 让游客来俱乐部骑马休闲 既有稳定的收入 还能让人们了解到 渤海马的现状 我们在采访时看到 一到周末 就会有很多人 来到他这里骑马休闲 他们主要是来体验一下骑马 还是说想专门来学这个马术呢 游客一般是旅游过来 体验一下骑马 那像游客来这体验骑马 是需要花钱的吗 骑一个岸子 那是50人民币 50块钱 那现在来的人多吗 我们搞这个俱乐部开始 还有五六十个银 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 会员都达到200多银了 就是大家对马术这项运动 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越来越感兴趣了 看着骑手们驾马驰骋的样子 端端也忍不住 想感受一下骑马的乐趣 我现在就想体骑一下这个马术 我需要做什么都准备呢 第一步要去换上骑马的服装 行 那我去换一下 专业行头穿上 我感觉穿上这马靴 腿特别有劲 穿戴上这身马术服 端端还真有一点专业骑手的感觉 在了解了骑马的一些基本知识之后 端端在训练室的帮助下 骑到了马背上 刚开始的时候 端端还有一点紧张 骑着马走了一圈之后 端端慢慢的放松下来 开始享受骑马所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 很神奇 我感觉当你骑在马上的时候 好像你的心意能够通过你的动作表达给它 它就是你的两条腿子 在帮你完成一系列动作 对 所以马骑实验上 它自己也能改悟 我给你来配合 范家义对马的这份喜爱 也影响到了他的家人 他的儿子也十分喜欢马 一有时间就跟着他到马场来帮忙 看到自己的孩子也喜欢马 范家义感到十分欣慰 按照他的规划 现在这个马场规模还太小 他还有很多梦想要去实现 他想建立一个汇集世界各地不同马种的白马园 中国第一条专业耐力赛赛道 而在这些梦想中 有一个梦想是他最希望去实现的 过去马术赛场上 由我们中国自己的波海文学马 这个是个泰赛 而且要拿到好的称职 这次将来我最大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赛